军武碎面 军民美洲的节日 世人都知道 坦克是一种威武霸气 战力不凡的存在 但真实的战场上 坦克到底是以怎样的形式去打仗的呢 威特曼的单车突袭 和卡沃斯的双车图寸 这些经典战力给大家的印象过于深刻 但实际上 坦克是一种继续要协同合作打仗的兵种 孤单英雄的故事 既风貌凝角又充满了影音夸张的成分 今天我们就以二战德国 虎式坦克装甲营为例 来看看实战中坦克部队的典型编制 毫无疑问 虎式坦克是一种金贵的装备 所以自诞生之处 德军就将其独立编制成重装甲营 从1942年起 在国防军中 这波重装甲营以武姿打头 先后建立起了 从501到510 共10个虎式中装甲营 其中先成立的几个装甲营 作战经历最为丰富 501和504组建后便远征非洲 不幸成了困兽 而502和503组建后 则在东线作战 战绩最为辉煌 502中装甲营 在年年龄七个月的作战生涯中 共击毁1400余辆坦克和超光元千门翻坦克炮 自身损失107辆虎式坦克 503重装甲营 更是击毁1700余辆坦克和超光元千门翻坦克炮 自身损失252辆 503是各营中总战绩最高的 而502则是杀敌自损比最高的 高达13比1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营 集中了那么多虎式坦克的顶级王牌 包括排名第一的卡尔乌斯 排名第二的鲍尔特 以及排名第五的科什尔 而503也有像库特尼斯佩尔这样的击破王 除了国防军伍兹被重装甲营以外 大德意志师也装备过虎式坦克 其重型坦克营于1943年穿 由盖世第13年 与501、504重装甲营残存人员变成 此外 党位军众也编制过三个虎式坦克营 分别是101、102、103 其中101最为著名 在波卡基村一战成名的米歇尔·威特曼 就时任此营二年年长 我们以1944年6月6日 党位军101重装甲营的编制为例 来看看二战德国标准的虎式坦克营 都是由哪些成员组成 首先 作为装甲营占领机干的三个年 一年、二年、三年 每个年下下三个牌 每个牌标配四辆虎式坦克 每辆虎式坦克身上的三位数变号 从左往右 第一位表示所属年 第二位表示所属牌 第三位则是在牌类的变号 可以理解为一辆虎式坦克就是一个班 毕竟还是由五个人的车组组成的嘛 这样一个年下下三个牌12辆坦克 再加上年部年辆 一个年共拥有14辆虎式坦克 这样三个年一共42辆坦克 再加上银部三辆 这样一个重装甲营 就标配了45辆虎式坦克 希德勒曾在1944年说过 一个虎式坦克营等于一个常规装甲师 此话虽有吹牛比之险 却也不是全无道理 我们从502和503重装甲营的坦克保有量 和损失量统计对比来看 虎式坦克在正面战场作战中拥有绝对优势 损失规模都较为宁新 来自502营的卡尔乌斯 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很多虎式部队的作战情况 一般来说虎式坦克很难完全被摧毁 大部分受损和故障导致的瘫痪是可以抢救一下的 只要同队的其他坦克掩护得当 受损的坦克可以被救地或拖回营地修复 从而保证了整个装甲营战斗力的维持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现实中的虎式坦克营也不只有虎式坦克 下期咱将继续为您介绍虎式大营里的其他兄弟们 既然虎式坦克这么威猛霸气 在历史上的地位有这么重要 怎么能不纪念一下呢 不过老实说 这次电小2为T恤上选择虎式坦克图 呈现的角度并不是很理想 其实虎式霸气的照片有很多啊 怎么就不会选呢 不过鉴于下期已经结束 新体育的事以后再说吧 好在我们还有一张角度身家的虎王坦克 常常的炮管威武霸气 竟显阳刚本色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静电选购 那么快就能帮演好很多哦 那么快就能帮演 Rey 所以我们再爬把我们贵就好